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Buffet Bank 这个也是很久没有看了 我上次讲的时候应该是说他正在做头 呀,就是在这个 投马峰这边 这两条线之间盘整做头 那时候我给的意见是说千万千万不要去追稿 呀,现在在看回去呢 呀,也再是证明了那时候的判断是对的 呀,你可以看到现在股价往下掉 呀 额,投马峰已经由底部呢就转移上去了 呀,所以看到这个样子就非常的这个 严重 这个叫做断头啊 断掉了啊,ok 就断头 是非常危险的 呃,呀,现在 这些都是已经是过去了 这样我们现在要做东西 它会在哪里止跌 呀,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根据这个筹码分析呢 这一边呢就有一个支撑了 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4块3 4块3毛半 4块3左右 有一个支撑 呀,这个支撑 也是蛮大下的哈 其实,ok 嗯 所以现在是4块半 4块3毛钱 相差2毛钱 相差5% 呀,所以也不是很远罢了啊 ok 嗯 4块半 4块酸 如果4块3 4块3毛半 如果锁不出的话 肯定呢 就是这个 200天均线了 目前呢 现在大概是4块2毛半 也是不远 也是不远 也就是说 4块2到4块3呢 就是它的下个支撑 千万千万不要跌破哦 千万不要跌破4块2咯 因为跌破4块2的话呢 这个就是200天均线了 你可以看到 我以前一次介绍的 跌破200天均线 就要满出去 就肯定要跑平了 ok 当然这个也是自说 不要去嘴高 不要去嘴 现在还是一样 不要去嘴 呃 当然如果 如果他有机会在 这个地方 止跌回程弹上去 或者是在200天均线 止跌回程弹上去 啊 这个可以做个反弹 反弹 OK 那时候呢 看他可能会反弹到 大概是4块6吧 如果才有反弹 如果再破 就暂时不用看了 ok ok 这个就是我对 puppy bank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继续观望就好了 不要随便去接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吧 或者是呃 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也是可以请我后杯咖啡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